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蔡振榮 一股乾燥的東北國洋風正正在影響我們 即是看看外面的天氣情況 由維港網出去可以見到一層雲層覆蓋著我們 即是看看外面最新的氣溫 外面氣溫普遍都是介乎在22、23度左右 而大範圍的衛星紋路上 我們可以見到在香港附近 有一層雲層覆蓋著我們 但是這層雲層不算是很厚實 在東北國洋風影響之下 預料這層雲層日間會逐漸轉搏和消山 我們的陽光都不錯 而另一方面 在南海中部有一個巨型的螺旋狀運團 它就是強烈熱帶風暴沙德爾 我們預料沙德爾今天會向西北回慢移動 稍後就會向西橫過南海中部 而向海南島去到越南中部一帶 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 今天大部份時間沙德爾和香港都會保持一段距離 對香港直接的威脅不大 但隨著沙德爾逐漸靠斷廣東沿岸 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的路徑和香港的風力變化 考慮今天稍後是否需要改發一號戒備訊號 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天氣消息 一起看看今天最新的天氣預測 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最高氣溫會上到28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至清淨的北風 海面亦會有湧落 而至於接下來幾天的天氣情況 我們可以看看電路預測的氣壓風場預報 去到接近周末的時候 在我們南邊有熱帶氣船沙德爾 同時在北邊有一個季後風的補充亦會抵達 可以見到在兩個影響之下 廣東沿岸的氣壓的梯度都頗密 風勢亦會頗大 隨著沙德爾逐漸向西移向南海中部 去到海南島至到越南中部一帶 我們會逐漸受到季後風的影響 所以展望方面我們預料未來兩天 雲量會增多 風勢會破大 海面亦會有大浪和湧浪 而去到下個禮拜初天色會好轉 好了這一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再見